他和你谈起过他的家庭 谈起过呀 我也见过他的爱人 但是我们就是说 不接触的 我和他是在外面租个房 然后他下了班 在我这边待一会儿 他还是会要回家的 陈渡华游戏受快乐 你当时听说 收完点 你们就随便说点什么 好好好 蜜桃采访2014年9月7日 第一段 总之啊 都不敢想未来 自己没有儿女 不定要孤单终老 真的有一点我老了 然后我就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坐一个最豪华的船船 然后我去大海上的去旅游 然后就趁着补贝的时候 下着去 在我童年的时候 坚定地认为我是外星人 天天到我们村 山上最高的地方 就坐着看着天空 每当有流星滑过的时候 我就想 是不是飞碟来了 飞碟来接我了 我说的你是不是同性恋 他跟我说是 我觉得就心一下子就觉得 好痛好痛 同性恋三个字 在我眼前的时候 不能说晴天霹雳 就是突然间脑子就大了 然后眼前你就不知道 看的是什么东西 脑袋嗡的一声 感觉就是这个感觉 血液一下冲到头顶了 哎呀就是说感觉到 太难受了 就像晴天霹雳的 胃也特别疼 就是一股气在这生命 肚子里转来转去的 你有谈过恋爱吗 你没谈过恋爱 你怎么就知道 你不喜欢女生 你是不是在性的方面 比方说生理方面 是不是有什么障碍了 我说的儿子 我说你 就你一个人是这个心象 我说的你 以后怎么过 我说的 担心他今后的路 有没有人陪伴他 当父母不在的时候 当你年老的时候 你怎么办 要么就是你谈恋爱 被人拒绝了 再一个就是 你从一个小的城市 到了上海这个大城市 你再搞时尚 我说如果他要是同性恋爱 我亲手杀了他 我说 其实现在想想 为什么要希望外星人 把我接走 其实还不是对现实的 一个失望 觉得是没有人能 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人在很绝望的时候 可能就会抱有幻想 幻想 我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少年嘛 就存在这种这样的状态 像我们家 除了我这样的一个人 村子里面的人 会觉得你是怪物来着的 如果有一天 我老了 死了 我 我没勇气 埋到组合 我真的没勇气 妈保佑我们在外面 都是真理理 身体健健康康 我们年价给你组织 我是最能赚钱的 爸爸当初是对 对我二哥 就是期望挺大的 我二哥是那种乖小孩 我呢 反而不是 我爸爸那时就跟 就一直说我 他说 他说你将来能讨到媳妇啊 意思说你能结婚啊 他说就是 他就是 我就烧高香了 但是还是没如他水 他爸也没想到 我是同志 我也没想到 但是小的时候很另类 二哥就是很传统的 那种男孩子 直到现在我爸爸 都认为我是另类 在他的眼 就是说 我们几个哥们同时回家 我爸爸一看到我 他就会那个 哎呀怎么说吧 他就是 哪怕就是我 我二哥走在我的后面 他也 他都会 就是就绕开我 看看我二哥 哎呀 老二你回来了 亲爱的妈妈 在你五十四岁生日之际 我决定送你一份大礼 到此我确实均困 然后我灵机一动 对一个妈妈来说 对他的娃儿又更好的了解 肯定是一份最好的礼物 于是我要开始守了 我五十四岁的时候 他刚好二十岁 因为我三月份生日 他四月份生日 我们俩同事给对方 准备了一份礼物 他送给我的就是 他出柜的信 当时我们家出去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我就把那个礼物给他了 我说你现在先别看 那是我送你的礼物 你到厕所去看吧 然后他就带着信去厕所了 然后我就悄悄地跟着去了 然后那厕所有三格 他坐中间 我坐旁边 我就在那个 我就在那个挡板上 这么望着他 我看他看着第一句的时候 还在笑呢 我说你还笑吧 待会儿肯定笑不出来了 这二十年 孩子是在我眼前长大的 所有的一步一步 都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我觉得孩子没错 那我想一定是我错了 那错的原因 就是我对他溺爱了 第二是给他甜食吃多了 巧克力吃多了 大白兔吃多了 第三个是 花颜色的衣服穿多了 我妈说这个可能是病吧 你看看是不是要到 脑科医院看看呢 就像是这种病嘛 那个字 结果 不可以 这个圈里面这个年龄大的 就是结了婚的 问他们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就说你们能不能改变啊 能不能改变啊 还有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他们都说如果改变的话 我们就不会出来了 而且很多都不信 就我幼儿园的时候 就开始喜欢女生了 然后到高中 我自己就很明白 我是喜欢女生的 因为我所有喜欢过的都是女生 但是你还没有一个词语 去定义自己 就是那个是同性恋 所以就很少 人这三个字都很少看到 所以问了很多为什么的时候 儿子给我了一句话就是 我从别人情窦初开的时候 他会喜欢的 眼睛看的是异性 男孩子看的是女孩子 女孩子看的是帅哥 但我那时候我看的是男孩子 我初中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 那 我觉得我是天生的 你过女朋友 嗯 有过好的女朋友 都是别人追求我 我表示接受 因为 在我看来 别人对我好 也是很难得的 就是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我觉得别人对我好 我一定不能辜负他 这是我的想法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自己很高尚 很有水准 道德水准 我是这么谈恋爱的 一直以来 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他 我一直 我很明显我知道 我不太喜欢他 总觉得结婚这个事呢 不是自己很情愿的 至少是属于被动的 反正总不是要找一个人结婚的 对方又愿意跟你结婚 就结位 我也没有什么要赢他那个 进洞房的感觉 没什么感受 我觉得结婚好像就是在别人的结婚一样 这个是完全一点 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想起来 结婚当天是 怎么个情形 好多好朋友都来了 我的同学都喝醉了 然后睡在我的床上 我对我的同学好像突然有兴趣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细节我就不说了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穿西装 然后那个西装就穿了当天 然后后来就好像是送给我小舅子了吧 在人家眼前我们真的是属于恩爱的 但是实际上的话 对于我妻子来说她不知道 而我肯定自己心里面就有另外一种障碍 这种障碍可能就是很多那种结婚的那些同志 他们面临的就是一个夫妻生活 而这个夫妻生活呢 是特别特别特别难受的 他也暗示我很多次 意思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可能是夫妻生活你是要过的 结果呢 我竹竹差不多拖了他八年 没有顾夫妻生活 八年一次都会 对啊 所以这点我是最愧疚的 最对自己的妻子最愧疚的 你又保持这个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喜欢男性的 结婚以后 31岁 2002年左右吧 那时候 也就是伴随网络的普及 我在网络上 发现了男子的身体 就是我本能的被吸引 每周回来周末 然后夜里面我就是不睡觉 每页每页每页的看 只要是周末回来 我一定是 有一天到两天是不睡觉的 就是在那边下载 下载一张图片 可能要花好长时间 嗯 我没有认识到这是同性恋 我觉得就是 我就是吸引 我还是没有任何同性恋的概念 我其实也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是自己是搞体育的 他就觉得我也是一种纯粹的欣赏 我搜索到同性恋这个词 发现还大陆 我们南京还有同事交友的网站 我这时候才门门拢拢的觉得自己 是不是也是同性恋 或者说最起码有这种可能性 我就 就等等自己的交友信息 我说 我希望结交一个 可以超越友谊的同性朋友 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 同性之间会有爱情 会有婚姻 这完全不可想象 他的脸贴到我的背上的时候 是那么深情 搂着我的腰的时候 是那么的用力 我就觉得 他一定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寂寞的人 也是一个很渴望爱情的人 我起来得很晚 他起来之后 他就会弹钢琴 每天早晨 他就会准时跟我弹 至爱丽丝 这不是你的啊 不论跑 所以我自己出轨的事件以后 我一直没有给我的父母 还是我家庭的人 揭晓任何 所以我是从中国带他飞回去 正式的跟他们有机会 朋友们和认识 他们也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 随随便便的 一个很简单 还是一个开玩笑 我就带去介绍这个人 就是会走蔓延蔓延的路 对于他们来说 为什么一定要我结婚 他们希望那我是可以有一个家庭 然后有一个延续 然后那将来老了之后 会有人照顾我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 希望我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当我把这个幸福的家庭 展示给他看的时候 只是里面有一些主角化的 但是内容没有化 像他们应该还好 我记得他第一次上班 还特意的买了一件 红的衣服 但是我那前女友 还专门买了一件 桃红色的衣服 还是烫了个头 再来的 男朋友是我见的第二个网友 见到他 就是喜欢 对他有很大的幻想 就是沉淀的幻想 这个幻想 用个成语去叫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就是沉浸在这种 热灵当中的感觉 我们想象过 一起 长久地在一起 去游山玩水 甚至就是一直 以后能够长久地 躺在一张床上 聊天 夜里面去让 也不知道聊了什么 就是 不停地聊天 不停地聊天 觉得那特别美好 妻子已经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她也知道对方是谁了 她要求我们两个人一起约着见面 其实也就是给我们摊牌 这时候我非常的 绝望 觉得我妻子代表了整个社会秩序和法律 婚姻法 对我的审判 我的对婚姻的不忠 这是 没有什么可变过的 她如果来审判我 我必然是投降 脚戒 放弃自己一切想要的东西 她跟你谈起过她家庭 谈起过呀 我也见过她的爱人 但是 但是我们就是说 不接触的 我们 我和她是在外面租个房 然后她下了班 在我这边待一会儿 她还是要回家的 她就跟我说 我能给你的只有这么多 你要接受 而且你要理解 中国人吧 传统观念特别重 家庭孩子 她有儿子 并且她的家族 就是不允许她这样 我是gay 我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 我一生最大的寄托 就在我的父母身上 我让我父母 我的最开心 我让我的母亲 做一辈子女人 没有去享受到东西 我回去让她享受 那么我 我自己 我有母亲 我有一个家 我要没有母亲的 我这个家 没有 这我的新鲜 这是我的赚钱法宝嘛 我不管在外面 子女人 不要养姊妹 哥哥姐姐 包括父母 我的很开心 很开心 我已经成为都问 我爱家 你想不想看看 你自己的孩子 长得什么样 我说我没想过 我从来 我在我 在我这种脑子 这种概念都没有 没有 真的 我觉得我如果有个小孩的话 我会把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爱都给她 不管她是抱养的 还是什么 但是说 可能我知道我这辈子 没机会了 没有给你吃的 我病了都没人照顾你 是吧 我们同志吧 对家庭的愧疚特别大 总想希望自己 多赚点钱 就是说 在自己过得好一点的同时 帮帮家里 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就是说 我不能为我家族 传宗接代 我没有儿女 但是说 我想多赚点钱 让老父亲 过得好一点 让他觉得说 也没有白生我这个 白生我这个儿子 虽然这个儿子 是奇葩来着的 但是说 我也有我不一样的人生 他就不一样 他也有这种想法 而且他敢 敢这么做 所以他的压力 他的压力 我从来就是敢想 他的压力比我大 但是他的勇气 我很佩服 三十年都这么 这么就过来了 觉得就是 到了晚上 早上出去 上班 这就过日子 有个同志应该过的日子 到了晚上 就回来 就回到自己的家 对 就是那是鬼路嘛 一新年也是这样 家里有个人在等我 看到那个灯 原来看到了 舱子的灯亮着 然后步伐就走得更快 然后他在家里面等着我 我就跨上他的自行车 他就把脸贴在我的背上了 我就感觉一个温度 一个北方人 跟一个上海人 其实大家都是人 都渴望被苦没 渴望温暖 在一个高架的下面 我就把车停下来 站好 把它按在墙上面 我就说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他说 哎呀 我慢慢的老了 我的报纸 我就看不了报纸了 到那个时候 我说 我就站在你的边上 给你读报 他就抱着我 他说 如果真有那一天 该多好啊 你就是说 国外的人说 你是学外文的 哎 你西方的那些 你了解太多了 你肯定是中了西方的流度 而是只有国外才有 在中国是不可能 继续说 我来读 没有问题 你还带我用镜啊 结果他刚坐了两架 就把刀划回来 然后马上那个眼睛通通了 什么都看不见 老袋 还有我十一八九 是不会结婚的 以后我找了旅朋友 也希望你不要拍一次 对大家都不用 我已经回过我旅朋友 一切消极力 最后祖宝和神之怀疗 认为我们 同性恋破坏了社会秩序 而恨我们的人 他们应该反省 我们损害你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恨我们 你们恨的是什么 你们要反省 你们恨的是一个活生人的人 而我们到底对你 侵害你是哪种利益 我想 就最普遍的一点 就是侵害了他们的优越感 他们觉得一心恋是优越的 都为你同性恋 跟我们一样 那我们还怎么混 实际上从他出轨的当天 到一年以后 这一年里头 我是不和任何人交流的 在过去 儿子考上大学 在我们那个地方 那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光荣和炫耀的事情 特别希望别人说 你儿子考上哪个大学了 然后我就说 我是考什么什么大学了 什么什么专业 就很炫耀 唯恐别人不来问 但是孩子说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怕别人来调这个话题 兄弟姐妹我们家人 这是一个狗狗 我是38岁级的婚姻 我老婆当年是18岁 我比她大20岁 她这个 我是46岁才生的 这个表情其实是 她是我的坚持下的 我其实 不管她是对方 是什么性别 是什么只要两个习惯 其实不在乎性别 所以现在我就能为那些孩子 只要她幸福开心就可以了 一样上大学 一样的生活 一样的工作 一样的谈恋爱 只不过她爱那个人 和她一个性别 当你慢慢认知了这些东西以后 你这时候才从心里头 真的走出来了 我现在锅里面糟开了 一会儿我们吃饭 吃饭吧 吃饭吧 你做好了吗 做好了 还要 这些素材够不够呢 我觉得 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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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